我們來討論這個日常生活中的氧化還原還印 我們曉得這個氧化跟還原它一定從此發生 那我們現在指的說 一、緩和的氧化 那代表什麼呢?代表我們 比較關心氧化的部分 在氧化還原裡面的話 我們不關心還原的部分 那我們就說 是氧化 那是和緩的氧化 比如說這個木材的腐敗 那這個食物的腐敗 或者說那個什麼鐵生鏽 那鐵生鏽我們關心什麼? 我們關心鐵 就是說這個鐵 我們關心鐵 鐵變成什麼呢? 變成這個氧化鐵 氧化鐵 那其中有沒有東西被還原的? 有啊!就是氧啊 氧它被還原啊 氧它貨的電子啊 比如說這個是兩個 這是二分之三 那這個的話呢 就會變成多少呢? 變成這個是 三氧化二鐵嘛 那因為我們關心鐵啊 鐵的話被氧化了 所以我們就說這是一個氧化還原 我們不說 這個是一個還原還原 當然我們是講廣義的啦 廣義的啦 廣義的 廣義的話呢 這個氧它是被還原的 當然廣義的話 這個看起來就只有氧化了 為什麼? 就它獲得氧 它獲得氧 它獲得氧 所以鐵它被氧化了 如果從廣義的來講的話 它好像只有什麼呢? 只有氧化還原 沒有還原 事實上呢 從廣義的講 從電子的轉移上面來看的話 這個呢 氧它是被還原的 只是我們不關心氧 我們是關心什麼? 關心這個鐵啊 那我們說鐵 它是被氧化了 那一樣啊 你說這個 木材腐敗 木材腐敗的話 他 那個木材裡面當然很多那個 那個什麼呢 那個 元素啊 很多東西啊 我們講木材燃燒好了 木材燃燒我們關心什麼? 我們關心木材 關心木材 木材就是碳啊 碳的話呢 被什麼?被氧化了 變成二氧化碳 那我們不關心氧啊 因為氧到處有啊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這裡面也有還原還原 就是 氧被還原的 那碳被氧化了 那我們說 木材燃燒呢 它是 氧化還原 劇烈的氧化還原有 物質的燃燒 比如說木材燃燒 那瓦斯氣泡 那瓦斯氣泡的話 比如說甲醇 甲醇燃燒 加碗 加碗 通常是冰暖 冰暖燒 冰暖燒 不過我們呢 舉例的話 用那個加碗 比較好舉例 那加碗的話呢 它什麼 它現在的話 這個 燃燒 燃燒的話 就是氧化 那碳的話呢 被氧化 不過這個東西 氧化的話 反應它也有程度的問題 比如說 這個碳 碳在這裡的話呢 你會說 這裡碳是 比如說這個是 二氧化碳 加什麼呢 加這個 氫 這是兩倍的水 H2O 四個 那現在這裡有三個氧 所以這應該是二分之三 這應該是二分之三 加二分之三 它有三個氧 一個碳 那你會說 這裡的話 它不是這裡試駕嗎 這裡也是試駕啊 那你說它有電子轉移嗎 對不對 氫的話 這裡的話是一駕 這裡是一駕 它有電子轉移 這是程度上的問題 程度上的問題啊 我們說什麼呢 我們說 這個什麼呢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碳式駕 碳式駕的話 我們是說 因為碳的話跟氫化合 碳的話跟氫化合 化合的時候的話 它這個什麼呢 它這個什麼呢 它這個 應該這樣講 這個甲碗的話 它那個什麼 電子 應該是公用的 電子的話 公用的 這個公用的 所以你不要說 碳式正式駕 然後的話 氫的話正於駕 所以的話 那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就不是那個電中性嗎 不是啦 它們是共用的 這個東西的話是什麼呢 是 氫的話跟碳的話 它們是共用的一堆電子 不過呢 碳它似乎比氫 硬電性要強一點 所以呢它會稍微靠過來一點點 但是呢 這個氧的話 它更什麼 這個硬電性更強 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什麼呢 這個碳 這個 這個什麼呢 它是兩降 它的話是共用兩堆電子 這氧 它硬電性比它強 它會把什麼呢 把電子的話 更靠過來一點 所以的話它就什麼呢 它就負兩架 然後這個的話 氧的話 它會把這個電子的話 更拉過來一點 它有兩堆電子 這個是負二架 那所以這看起來的話 好像丟掉 四個 四個電子 丟掉什麼呢 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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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電子 所以在這裡 看的話呢 你可以把這個碳的話 看成本來 沒有帶電的 電中性的 也就是說 它電子的話是在中間 在中間 所以這個 這個什麼呢 這個 這個 它沒有比較多的電子 它沒有比較多的電子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零 但事實上不是零 為什麼 因為電子還是比較靠近什麼呢 靠近這個碳 那你說這樣的話 那不就變成 那個 富士架了嗎 我們不是這樣看 是說 它比較靠過來 但是沒有 這麼靠過來 那你這個如果把它看成零的話 那這裡的話 就變成正式了 所以的話 它 碳的話呢 它是丟掉電子的 碳的話是丟掉電子的 那氧的話 它是獲得電子 因為氧 陰電性比較強 那氫也一樣 這裡是零 那這裡又變成什麼呢 變成了正一 正一 變成正一 所以氫 它也被氧化了 碳 它也被氧化了 兩個都被氧化了 氧的話 它被還原 氧的話被還原 是要這樣看的 是要這樣看的 我們說 獲得電子 或是失去電子 那個是比較的 比較的 比較的 而不是什麼呢 而不是絕對的 你說 這個碳跟氧的話 它 它有沒有分到電子 也有啊 只是說 大部分的時間 這個電子 都靠在什麼呢 靠在氧 這邊 那有少數的時間 這個電子 會跑到 碳這裡 所以你也不能說它是正四架 應該說 它應該是 3.8架 是 我是這樣看的 但是 普通 我們為了方便的話 我們都把這架數的話 弄成是整數 就是正四架 好 那所以 這個讓氧化 跟還原 它是同時發生的 那我們說 會說它是氧化的話 是 我們呢 在描述什麼 描述我們關心的物質 我們現在關心什麼東西 我們現在關心這個甲碗 甲碗它被燃燒了 甲碗呢 被氧化了 我們指的是這件事情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什麼 是爆炸啦 那跟甲的話 與誰作用 那我們關心是 那跟甲 這個對象 這個對象被氧化 好 那常見的氧化劑有氧啦 就是氧化人家的 氯 氯也是氧 氧化人家 為什麼 因為氯 他喜歡什麼呢 喜歡 戶一架 他會從別人那邊的話呢 把它給搶過一個墊子過來 所以呢 這個什麼呢 這個 那個 那個 氯的話很喜歡被還原 那很喜歡被還原的話 等於呢 會有很強的那個 那個氧化性 會氧化人家 自己被還原 這樣子 啊這個什麼呢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那個 這是次氯酸納 次氯酸納的話也是氧化劑 他是強的氧化劑 很容易氧化人家 為什麼你看 這個氯的話很喜歡什麼呢 這一個呢 次氯酸納 氯很喜歡什麼呢 氯很喜歡搶人家一個墊子 氧很喜歡搶人家兩個墊子 那你說你在這裡講的話 你說 因為大的話他只有 正一架而已啊 這個的話 但是你這個氯的話 他是付一架啊 氧的話是付二架 那這樣的話 那電子不是沒有平衡嗎 他們只是共用啊 就是說 他們如果什麼呢 如果 如果什麼呢 如果那個 因電性都很強的話 他們可能是共用 可能共用的話 就是說 他的電子共用的話 那這樣的話 就不是付二架付一架 他們可能共同 兩個聯合起來的話 搶他一個墊子 所以呢 這個喔 加起來 整個加起來的話 是負一架這樣子 但是問題是 氯跟氧的話 都很喜歡搶人家的什麼呢 搶人家的電子嘛 所以他們就會有很強的什麼呢 很強的那個氧化力 會把人家氧化 就是說自己搶到電子以後 別人就丟掉電子 別人丟掉電子的話 就被氧化 所以呢 赤利酸納的話 有很強的氧化力 就是這樣 他跟其他物質 他到底是怎麼氧化的 那個詳細情形的話 那我們就 那個是屬於 屬於被送的部分啦 他跟什麼 什麼東西 洗碗印的話 變成什麼東西 那一大堆東西啦 那一大堆東西 反正的話就是說 他的話 他的話非常容易跟你在起反應 在起反應的過程當中的話 他很喜歡從人家那邊搶到電子 從人家那邊搶到電子的話 人家那邊的話呢 就是被氧化了 就是這樣來的 這個 硫酸啦 硝酸啦 這個什麼 酸水啦 這個都是氧化劑 有強有弱 這個的話呢 這個很強 這個也很強 這個也很強 我們就想 那這雙氧水 雙水 雙水的話 他什麼 他的話這個 喜歡什麼呢 喜歡丟掉一個氧 喜歡丟掉一個氧的時候的話 這個本來的話 喜歡丟掉一個氧的話 那自己什麼 的氧化劑 喜歡丟掉一個氧 那這樣的話就氧化人家 那丟掉了那個氧的話 他會從別人那邊的話 取到什麼呢 拿到一個電子 那對方的話就被氧化了 這個呢是常見的氧化劑 好 那這個氧化劑水的話 這裡要特別講的就是說 它稀釋後的話可以殺菌 那這個殺菌什麼意思呢 因為它是強氧化劑嘛 那這個 這個細菌裡面 裡面喔 也有一些那個什麼 一些化劑元素的話 它會跟它起作用啊 那你跟它起作用的話 那它 它那個當然就不完整了啊 它有一部分的話呢 跟這個取作用的話 它這個 它的細菌的話 那個 細胞就被破壞掉了 破壞掉的話 它當然就死掉了 是這樣改的 就是說 容易起變化的 那個就是代表什麼 代價 破壞力強的 那破壞力強的話 也不一定是氧化劑啊 還原劑也有可能啊 還原劑的話 那還原跟氧化它是同時發生的 那我們所謂它是還原劑的意思就是說 它可以把我們關心的那個對象 給它還原 做還原作用 只是這樣而已 不然的話 氧化跟淮宇 雅化跟淮宇它是同時發生的 譬如說 常見的那個 淮宇劑有氫啦 那這個東西的話 它 可以跟很多東西的話 起電話 那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我們就不講了 我們也不清楚啦 它可能是一大串啦 反正 我們知道它能夠殺菌 因為它很容易跟 跟細菌裡面的 某一部分起作用 那細菌就被什麼 破壞掉啦 譬如說你那個 一個人 你的肚子被 捅一刀的話 你當然就死掉了 就一部分就好了嘛 也不用跟整個起作用 好那常見的還原劑的話 有氫 譬如說 譬如說氫啊 跟什麼呢 跟這個氧化銅 氧化銅 那我們現在關心什麼東西啊 關心這個銅 關心這個銅 我們就說銅被還原了 變成銅 加什麼呢 加那個水 加水啊 什麼被氧化了 氫啊 氫被氧化了 但是我們不關心氫嘛 我們是關心銅啊 銅被還原了 所以呢這個氫 它是還原劑嘛 那事實上的話 氧化桶是氧化劑啊 氧化桶的話呢 它把那個氫 氧化成水 是這樣子的 常見的還原劑有 這個什麼 這個氫啊 氧化碳 氧化碳的話 那作為還原劑的話 就是說 我們喜歡 把它拿來跟什麼呢 拿來跟這個 鐵啊 鐵起作用嘛 然後我們關心鐵啊 那鐵的話變還原的話 鐵我們可以拿來 拿來用啊 那個日常 這個太刀 做菜刀要幹嘛 這個鐵啊 跟什麼 跟氧化碳 起作用 那這個的話呢 這應該是 三個 所以的話 這應該有多少呢 三個好了 三個剛好六個 這樣的話 這兩個鐵 這樣呢 三個什麼呢 二氧化碳 那這樣鐵的話就被還原了 所以我們說呢 這個一氧化碳它是還原劑 這個 碳啊 二氧化也一樣 在 食品 化物藥品上 所謂的還原劑 有時候也被稱為 抗氧化劑 因為在食品的話 我們都什麼呢 我們是 我們什麼 我們是拿來吃的 拿來吃 拿來吃的話 像 維他命C啦 啊維他命什麼 維他命E啦 胡蘿蔔素啦 胡蘿蔔素的話 就是說 我們什麼呢 我們那個 人體裡面 有一部分的組織 它經過那個 氧化作用 氧化作用 事實上是一個代謝作用 什麼叫代謝 就是你那個 身體裡面 有一些細胞 死掉了 那叫代謝 那這個什麼 那這個代謝過程的話 就是 就是你細胞 可能有一部分的話 有一部分的東西 被氧化了 那你細胞就死掉了 死掉就代謝了 那你呢 吃了這些東西的話 可以延緩什麼呢 細胞的某一部分 被氧化 那這樣的話 細胞就 細胞就 說明就比較長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說它延緩老化 所以 還原劑的話 也相當於是延緩老化的 老化的一種 一種藥品 或食品 像什麼 像維他命C 維他命E 胡蘿蔔素 等等 下面呢 這裡有一個表 這個表的話 就是說 就是說那個漂白劑 或是說 殺菌劑 有氧化型的 氧化型的漂白劑 比如說這個 這個什麼呢 漂白劑的話 就是氏綠酸 氏綠酸它是搶的氧化劑 那可以把什麼 可以把 把那個什麼呢 把一些東西漂白 可能比如說什麼呢 比如說衣料啦 或是什麼東西啦 等等啦 他 他給它漂白的話 就是說 有一些物質嘛 那你給它氧化以後 那種東西顏色就變了 變得比較沒有那麼什麼呢 那麼鮮硬或怎麼樣 那種不曉得 他也有什麼呢 你把它稀釋以後 那也有殺菌的作用 等等 雙氧水 雙氧水的話 它也有殺菌的作用 這個是 氧化型的 氧化型的這個 那個 那個漂白劇 或者是說殺菌劑 還有那個還原型的 還原型的就是 惡氧化硫 惡氧化硫的話 它可以什麼呢 它可以把人家給還原 那惡氧化硫 惡氧化硫 比如說舉個例子 比如說 惡氧化硫 它很容易再什麼 再獲得氧 比如說 它加水 加水以後的話 它就再獲得氧 那在獲得氧的話呢 等於是說 惡氧化硫 它本身被氧化 那被氧化的 那就有東西被還原了 變成雅硫酸 雅硫酸 就有東西被還原了 就是說 反正這裡面有電子的轉移就是了 我們只是舉個例子 有電子的轉移 就是它 有 從人家那邊的話 獲得氧的話 那對方的話呢 等於就是被還原了 比如說什麼呢 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青好了 青的話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被還原 那為什麼說青看成被還原了 因為 因為 我們看 你在水龍椅裡面的話 這個青的話 它不容易跑出來 那這個瀏酸的話 這個青的話 在水裡面 它什麼呢 它是純粹跑 純粹跑出來 是 是 完全丟掉的電子 但是這個沒有完全丟掉 雖然這個電子的話 很靠到什麼呢 靠到這個 氧這邊 但是它沒有完全丟掉的一個電子 就這個電子的話 有少部分的時間 還會跑到 氫這邊來 那這個完全丟掉了 所以呢 它的什麼呢 它的電子 它的電子數呢 比它要多 比如說 它沒有電子 它 它完全丟掉一個電子 比如說它丟掉半個電子 半個電子而已 它比如說這裡是剩二分之一價 丟掉半個電子 但這裡它完全丟掉了 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什麼 看成氫 它是被氧化了 為什麼 因為氫它丟掉了電子 我可以這樣看 那所以我們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個什麼呢 那個 二氧化瘤 它是一個什麼呢 它是一個環原菌 因為它喜歡什麼 喜歡獲得氧 它既然喜歡獲得氧的話 它自己被氧化了 它一定有 還原別人 它自己被氧化了 所以它一定有還原別人 你也可以看著它 說到這個地方 它是該個走那種 它是歐洲 而這次你也要 有給氧化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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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 你 我